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路加福音》第13章第18到21节 在这里里面我们有几个比喻 耶稣是说天主的果是怎么样子 一个它说是很小的一个种子 那你种的时候它会变成一大棵树 然后鸟也可以把它的窝放在这棵树里面的 或是另外一个是一个妇女 她在这里原文是说棉份的三个 这三个对不起 我不清楚中文的说法 不过这三个就是非常的多的意思 就是那个妇女拿非常多的棉份 然后把一点点的小母放在里面 它突然就变成很好的棉包 这两个故事都是过分的故事 实际上这个种子大概不会变成那么大的一棵树 然后那个妇女拿的这个面份是太多了 但是耶稣的故事是一样 如同这个小母就是一点点 或是这个种子都是很小 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天国也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是超越我们逻辑方面的所相关的 教会来传导我们这里 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不是教会 本来在台湾没有多少地方 这里以前都没有教堂 但是突然就 中国大陆的神父们 修女们都被赶走之后 就突然一大堆就来到台湾 开始穿教 而所有现在这个小地方 几乎现在没有人住的地方 就变成有一个教堂 所以我们到处都是有这些教堂在台湾 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有很多传教士 然后像我们这里的原住民的地方 突然一大堆人就进入教会 如果不是天主教 是讲老会 是见耶稣教会 是其他的基督宗教的 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情 是人完全会想不到的一件事情 是很奇妙 是超越我们所能期待的 我们就是要知道 教会的思考生神 生神能做的 他的影响 比我们人类所打算的 是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东西 所以让我们就依赖天主的大脑 然后知道我们传教的工作 第一个是天主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就是配合 让他在我们心当中 使整个的信仰能够发展 使我们自己的信仰 使我们周围的人的信仰能够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